我照顾瘫痪的哥哥三年了 谁知道我的肚子却一天天的在变大 得知原因之后是让我痛哭流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一起往下看 这是来自一位粉丝朋友的投稿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接下来我用第一人称为大家讲述 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 请大家帮忙长按点赞助理一下 我叫小萌是个农村女孩 我爸妈都是地道的农村人 我还有一个哥哥 我呢从小学习成绩就一言难尽 所以初中毕业之后 我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父母也曾劝过我 但是我觉得我学习成绩实在太差了 我也不想再继续读书了 父母实在拗不过我 于是也就同意了 幸好我们家我哥哥学习成绩 一直比较优秀 所以呢我外出打工的时候 把挣到的钱全部都寄回了家里 就让哥哥可以好好地读书 我就心想着我学习成绩已经不行了 如果哥哥可以努力地读书 日后出人头地 那也算可以了 幸好啊 哥哥是不如使命 学习成绩一直非常的好 后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吧 也是考上了重点大学 哥哥大学毕业之后 就留在了市里边工作 工作两年之后呢 就认识了一个市里边的女孩 之后也就结婚了 他们结婚之后 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也就是我的小侄女 所以呢我们这一家人生活的 十分的幸福甜蜜 我现在已经27岁了 本来先想着我们这幸福的家庭 可以一直继续着 但是没有想到三年前 我们家发生了重大变故 因为是过中秋节 我哥哥嫂子呢 就带着孩子一块就回来了 自然我也是从外地打工回来了 然后一家人就坐在一起 开开心心地吃了团圆饭 因为我妈就是她就是一个姐姐 因为我姥姥姥爷早就不在了 所以我妈跟我大姨的关系呢 十分的好 于是我妈就说 咱们全家人都去你大姨家走走吧 于是第二天呢 我哥就开着车 然后我们全家人是坐上去 一块去我大姨家了 因为自从我哥长大之后 也很少去我大姨家 我妈就说 想让我哥呀就是开着面包车 这样就是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坐得下 然后就去我大姨家走走 也就算是串串门了 我哥跟我嫂子就心想着 反正就是现在也是假期期间 也没有什么事 去就去吧 于是我们全家人就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大概就是走了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就到了我大姨家 其实这一天的这个天气啊 还是挺不错的 到了我大姨家之后 我大姨也是盛行的款待了我们 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然后啊全家人都坐在一起 我大姨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表弟 因为假期也是回来了 然后呢就是全家人都坐在一起 十分的热闹 我表弟就一直拉着我哥 让我哥呢就喝酒 因为他们自从长大之后都各自参加工作 也很少聚到一块 今天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好不容易坐到一块了 所以我表弟呢就一直拉着我哥 要我哥喝酒 我哥也算是盛情难缺吧 于是呢就喝了几杯这个白酒 后来这个天空啊真是说变就变 后来就天阴了 就下起了小雨 我们在我大姨家又待了一会儿 就觉得这个雨啊 趁下的还不大 我们就赶紧回去吧 于是呢告别了 我大姨 然后我们就坐上车就回去了 我们从我大姨家回来的时候 那个雨下的还不是很大 谁知道走到半路的时候 那个雨啊是越下越大 然后我哥开着车 那个前面挡风玻璃啊 就一片的模糊 看路也看不清了 所以我哥开的也并不是很快 但是就到了一条小路上 在一个十字路口 就突然冒出了一辆小车 眼看着就要撞上那辆小车了 我哥是急打方向盘 然后这个车呢 是撞到了旁边一个电线杆上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是惨不忍睹 我爸妈还有我小侄女是当场死亡了 我哥也是身受重伤 幸亏我跟我嫂子啊 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不要紧 当时因为那个路也比较的偏僻 也没有摄像头 那个小车看到这样的情况 应该也是吓坏了 然后居然就开着车 一溜烟的跑掉了 我跟我嫂子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于是就跟我大姨他们家打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我大姨他们是来了 来了之后就赶紧把我哥拿给送往了医院 因为我我爸还有我妈 还有我小侄女是当场死亡了 所以那个后事呢 也是经过我大姨他们一家的帮忙 就给料理了后事 之后我哥这不是重病住院了 所以呢就我跟我嫂子呢 每天就在医院里轮流照顾着我哥 我们家突然发生这样大的变故 真的是让人始料未及 我跟我嫂子每天也都郁郁管欢的 但是现在我哥在医院里边 我们肯定要好好的照顾我哥了 所以呢我跟我嫂子两个人就轮流着 就是一个人一天然后照顾我哥 这一天就是我已经照顾我哥一天了 该轮到我嫂子了 但是我迟迟等不来我嫂子 然后我就跟我嫂子打电话 但是他的手机却处于关机的状态 我一脸打了好几个也是这个样子 我的内心啊就有些就是着急了 我怕我嫂子呢又出什么意外了 所以我就跟我家的大伯打了电话 我就问问他看有没有看见我嫂子 谁知道我大伯就说早上我看见你嫂子了 他就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我以为他是要去医院照顾你哥 然后我还给他说了一句话 他呢也爱理不理的 然后拎着东西呢就走了 之后再也没看见 我后来呢给我嫂子一直打电话 联系不上 后来我是反应过来了 因为长时间的这样照顾我哥 我嫂子肯定觉得我们家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 这样的情况啊 我嫂子肯定每天也是在煎熬中度过 他觉得这生活呀没有盼头了 于是呢就选择了逃避 所以我嫂子呢就是一声不吭的就自己走了 面对我家这样的遭遇 其实很多人也难以接受吧 没想到我嫂子也是接受不了 然后就走了 现在我们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真的感觉老天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 我们本来好好幸福的一家人 现在却就是家破人亡 然后呢我就跑到厕所里边 狠狠的大哭了一会儿 我也想释放一下我内心这种 就是悲伤的这种情绪 然后哭了一会儿之后呢 我就想想 我哥现在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哥现在还躺在病床上 昏迷不行 我不能这样自暴自弃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哥该怎么办呢 于是我就收起我的悲伤情绪 我就坚强起来一直照顾着我哥 可是过了几天之后 这医生就说我哥的情况并不乐观 就是苏醒 苏醒过来的这种几率呢 很小 以后有可能会成为终身的植物人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真的都要崩溃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家呢 这样的遭遇已经够惨的了 没想到我哥的这个病情呢 还如此的不好 但无论怎么样 只要我哥还活着 还有一口气在 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我哥 所以接下来 我非常细心的照顾我哥 每天喂他吃药 喂他吃饭 给他端食端尿 我都非常的细心的照顾着我哥 我就盼着有一天 我哥可以早日的醒过来 空闲的时间 我就一直在我哥的耳边 说着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因为医生就说了 经常给病人聊天 有可能呢 就是刺激这个病人 可以让他早日的醒过来 所以每天呢 我都在做着这些事情 但是我哥现在在医院躺着治病 也是需要花钱的呀 之前我哥开车的时候 因为也是喝了酒的 所以也属于酒驾 虽然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故 但是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 这些费用也只能 我们自己自行承担 现在我哥在医院里边 已经治病很长一段时间了 家里的积蓄早已经花光了 所以我就把家里的房子 也给卖掉了 只为了能给我哥好好治病 让我哥早日的醒过来 我每天呢 就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照顾着我哥 我就一直盼望着 我哥呢 可以早日的醒过来 因为我只有我哥 这么一个亲人了 他就是我活下来的动力 所以呢 我就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哥能好了 一切都值得了 我每天就这样照顾着我哥 我的压力也是特别的大 但是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坚强下去 但是就算是把房子卖掉了 但是这个钱啊 毕竟是有数的 肯定每花一天就会少一天 我就心想着 我一定要参加工作 所以我就白天照顾我哥 晚上我就去工作 有时候白天实在太困了 我就趴在我哥的床边 然后瞇一会儿 饭肯定也是吃不好的 我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然后就想着努力挣钱 攒钱赶紧给我哥 把病治好了 一切就是值得了 就这样 就是在生活的压抑之下 我这头上的白头发 也是长了好多 就感觉呀 生活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 我的心里边充满了压抑的情绪 但是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我信心的照顾之下 我哥终于这个病情啊 是有所好转了 慢慢的 我哥就苏醒了 也可以给我 就是进行简单的交流了 这让我呀 十分的开心 就觉得照顾我哥这几年 我真的是没白费精力 这一切都值得了 我每天还是坚持着上班 然后呢 照顾着我哥 经常就给我哥说说话 刺激他 就是让他可以早一点的说话流畅 然后我就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还会带着我哥去外边走走 转转做一下康复训练 这样啊 我的心里边也是挺开心的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厄运再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的肚子呢 却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天比一天大 就看起来呀 就像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 很多人就说我 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啊 居然还不知检点 就是居然还让自己怀孕了 什么什么样的 有的人就在背后 说我不检点 不是一个正经的女孩 竟然自己还没有结婚 居然就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 但是我自己清楚的很 我根本连个男朋友都还没有交呢 我怎么会怀孕呢 我每天除了上班 其余的时间都在照顾我哥 我根本就不可能怀孕 我自己心里清楚的很 但是外人他们不知道啊 面对他们在背后的指指点点 我的压力特别的大 所以呢 我有一天我就瞒着我哥 我就去做检查了 经过检查之后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居然是这样的原因 医生说 我由于长时间的这个营养不良 然后呢 就加上生活给的压抑吧 然后自己肚子里边居然长了两颗肿瘤 根本不是什么怀孕 是因为长了两颗肿瘤 所以这个肚子才会越来越大 我真的呀 就感觉生活真的是要把我压得趴下了 我哥好不容易病情有了好转 也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没有想到我居然又得了这样的病 我肚子里长了两颗肿瘤 听到医生的话之后 我真的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呀 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别人就可以享受着幸福生活 而厄运却一次一次的找上门来 我简直呀 是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所以我就跑在了天台上 然后大哭了一会儿 哭完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世界一片昏暗 我真的想着就从天台跳下去 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了 但是我又想想 我还有我哥哥呢 我哥哥现在已经苏醒了 他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 如果这个时候 我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我哥今后这可怎么办呢 这我哥这几年来 我照顾我哥付出的辛苦 不就白费了吗 我哥现在病情已经好转了 也许我再努力一下 我哥就可以恢复健康了呢 现在想想 我真的 我还得努力的生活下去 不为别的 为了我哥 我也应该努力坚强的生活下去 所以我擦开眼泪 我又回到了病房 回到病房之后 我的眼睛红红的 因为刚刚哭过 所以呢 这个眼睛是红的 我哥一下就看出来了 就问我是不是刚刚哭过了 我说没有 因为刚才从外边走刮了一阵风 然后被沙子迷住眼睛了 我哥虽然有些不相信 但是我还是极力的说着 就用善意的谎言骗着我哥 因为我哥现在他是一个病人 我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呀 如果我跟他说 我现在肚子里长了两颗肿瘤 那我哥肯定会非常的担心呀 他不但帮不了我 而且有可能还影响到他的病情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独自一个人承受这一切 我就跟我哥说一点事都没有 然后我扶我哥躺到病床上 等他睡着之后 我真的是思绪万千 我就感觉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因为医生就说了 我肚子里这两个肿瘤 必须得马上摘除 如果不摘除的话 肯定就是越长越大 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但是我哥现在治病啊 就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我本来就已经一筹莫展了 现在这个我自己又要动手术 我哪里还有那么多钱呢 我真的呀 就感觉特别的压抑 我真的就感觉我的世界一片昏暗 可是过了不久 这医院就有医生啊 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 就上报给了他们这个医院的院长 然后他们经过开会啊 就一致决定要帮我哥减免一部分的医疗费 而且也会免费给我做手术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 我真的十分感谢他们 我真的又再一次看到了就是希望的光芒 本来我就觉得我的世界一片昏暗 但是没有想到啊 原来就是这个世界还有爱 还有希望的存在 所以在大家的帮助之下 我哥呢 也是慢慢的在康复当中 然后我也是顺利的做完了手术 我也恢复了健康 我真的就感觉一切都不是事 只要我们以后好好的努力 我相信啊 我们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这就是发生在小萌身上的故事 我真的觉得小萌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 在自己的家庭遭受了这样的变故之后 她依然还能坚持的活下去 而且后来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 长了两颗肿瘤 肚子越来越大 外人不理解 就以为她未婚先孕 然后在背后指指点点 说话也都十分的难听 有时候这个流言蜚语 真的比就是打你一拳 就是揍你一顿 要来的更加的痛 她能够深深的刺痛人心 但是小萌呢 还依然坚持忍受这一切 后来终于呀 是在医院大家的帮助之下 是减免了她哥哥的医药费 也是帮小萌顺利的做完了手术 这小萌再一次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也希望小萌跟她哥哥 以后可以开心快乐的活下去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的话 你们觉得你们会比小萌做的更好吗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视频的 记得收藏转发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